辽比尔的前富商男友卢启贤遭到福布斯杂志的深入调查后 从而指出他夸大身家 全家的资产不足2亿美元 与巨富相差甚远 意外的是在这件事被曝光之后 卢启贤的现任女友也被曝光了 谁又想到原来卢启贤的现任女友竟然是已经退圈 转为经商多年的女星张玉珊 只能说香港名人圈的关系就是这么盘根错节 看似没有交集的两人 实际上会因为各种关系而有所往来 认识甚至相恋 张玉珊被曝光是卢启贤的现任女友 与卢启贤对福布斯杂志起底并没有直接关系 只是那么巧合买两件事几乎在同一时间被揭露 而两人的关系被曝光 始于真子丹与汪诗诗早前在意大利补办的婚礼上 张玉珊与卢启贤都受邀出席 并且在现场两人关系相当亲密 形影不离不说 还有脱手搂腰的亲密举止 在合照的时候两人还坐在一起 张玉珊坐在对方大腿上 两人贴头合照 最终令恋情曝光 对此张玉珊也不否认 反而很大方地承认了与卢启贤的恋情 张玉珊直言两人是在疫情期间通过朋友介绍而相识的 因为彼此都是生意人 所以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重点是彼此的三观都很一致 在交往之后 张玉珊为卢启贤的孝顺所吸引 他直言对方孝顺家人 对女儿也相当有爱 另外卢启贤专注事业 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 加上为人又很绅士 对自己也很好 很照顾自己 所以两人就有了进一步的交往 张玉珊对卢启贤有葬无损 可见两人的感情发展正在热恋阶段 所以他还不忘就福布斯的报道为对方辩解 声称是一切都是公关灾难所致 还声称不在乎对方的身家有多少 一百亿或是十亿对他来说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彼此的真心与感情 站在女友的位置 张玉珊要为对方说话 这是无可厚非的 但不管怎么说 张玉珊突然承认与卢启贤相恋 还真是太出人意料了 不过两人的往来实际上还是有迹可循的 卢启贤在与廖辫的恋情公开之前 其实并没有知名度 也不被关注 而因为廖辫的关系 他被曝光了之后 登上版面新闻的频率就变高 并且与娱乐圈人士的往来也越来越频繁 实际上从2022年开始 就已经开到卢启贤 不时地与真子丹真一群人往来 一起吃饭 品酒 如今回想 中间人就是张玉珊 因为张玉珊与真子丹 汪诗诗的交情很好 经常聚会 吃饭 这才连带卢启贤与真子丹夫妇相识 回头再来说张玉珊的感情生活 其实还真谈不上多姿多彩 尽管他年轻的时候 不少人都败倒在他的十六群下 张玉珊年轻的时候 条件真是得天独厚 因为被星探发现 而加入了娱乐圈发展 拍了电视 电影 广告 而成为名人 虽然没有代表作 却深入人心 而在娱乐圈发展的时候 与不少男艺人传过绯闻 却从来没有被承认 除了与向华盛的感情 但这段感情 其实被处理得极为低调 张玉珊后来也甚少再提及 当然 最后两人也没有走在一起 自此之后 就再也没有张玉珊的感情消息 直到卢启贤的出现 张玉珊在25岁的时候 依然离开了娱乐圈 转行经商 从一个毫无经商经验的女艺人 一跃成为香港最年轻的女性CEO 这成为了她的传奇故事 也改写了她的人生轨迹 退圈之后 张玉珊着手经营瘦身产品 买下代理权 花了三年的时间 把公司做成了上市公司 她就成为了CEO 修身堂就是她的品牌 几年后 她又把上市公司转手卖掉 继续在其他方面 进行商业运作 如今成为了很成功的女商人 所以她与卢启贤能够一见如故 因为有生意经可谈 而卢启贤也成为了她迄今未止 正式承认的第二个男友 张玉珊声称 并不介意卢启贤有多少身家 一百亿或是十亿都无所谓 这话还真不假 因为张玉珊多年来 一直以女强人据称 她的身家也相当丰厚 根本不需要靠男人或是靠富商 让自己过得更好 所以在感情方面的追求 就会显得纯粹不少 追求的是精神上的满足 就像她所说的 就是为卢启贤的孝顺 品性以及体贴所吸引 所以她就大方接受了对方的爱 至于两人会不会结婚 或许也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张玉珊已经48岁 理应不会再考虑生育 卢启贤有过一段婚姻 并且还有一个女儿 也没有生儿育女的追求 所以两人保持这样的往来关系 应该是再好不过 难得张玉珊近日出席公开活动 参加艺术家马星文的艺术展 在现场她大方接受访问 几乎是无所不谈 其中特别强调 自己不会再付出娱乐圈 就算是曾志伟来邀约 也不会付出 因为演戏不是自己的专场 看来那些还在期待张玉珊付出的朋友 应该是可以死心了 回头来说 张玉珊的确对娱乐圈没有什么感情 她不像其他女艺人那般 眼见自己发展不好 会一直努力在努力 一定要把自己熬成婆才罢休 入行十年后 她发现自己发展不好 表现平平 就依然退出了娱乐圈 另谋发展 要知道当年她退圈的时候 也就25岁 对于很多艺人而言 25岁正是入行发展的黄金阶段 张玉珊却在别人正在大展拳脚的时候退圈 真是匪夷所思 不过 这反而凸显出张玉珊有自己的人生规划 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值得去做 所以退圈的时候义无反顾 而这也说明她根本就无心娱乐圈的发展 事实上 张玉珊还真是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出席艺术展本意就是来支持朋友 顺便来偷师 没想到现场有媒体 她才大方接受访问 媒体同样对卖掉上市公司之后的张玉珊 未来的生活动向好奇 好奇的是她是否有意重返娱乐圈 在尝试拍戏 对此张玉珊很肯定地表示自己完全没有付出的性质 直言拍戏不是自己的专场 特别在这些隔离的日子中 看到其他演员的演出 再对比自己的演出 就更是没有信心 所以就算曾志伟邀请她回潮拍戏 她也不会答应 如今她更享受的是低调的生活 蒋真以张玉珊如今的条件 她根本就不会再重返娱乐圈 毕竟本来对娱乐圈的发展也没有兴趣 张玉珊如今的身家至少有三亿 如此丰厚 对于单身的她而言 这一辈子都花不完 也难怪她做任何事情都那么随心 对此她不置可否 校颜不介意别外人说自己多有钱 比起身家 她更介意的是总是被报到年龄 她很在意这些 只能说年龄对女人来说 真的就是一个禁忌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